其實有的時候啦 政治上當然需要空間 但是在大是大非的議題上面是不容模糊的 那如果說今天為了談藍白河 柯文哲可以去跟蔡振遠和太陽花做意見的交換 那他在做意見交換的過程當中 他到底是堅持了九年前太陽花的理念 還是他去跟當時反太陽花的頭號極限風 蔡振遠妥協交心 這些事情都是年輕選民在投票的時候 會非常需要知道的資訊 那假設在這個事情上 還要兩邊曖昧 還要來包牌 還要一下子說我堅持理念 但是呢我又跟蔡振遠解釋 甚或是蔡振遠一開始講了道歉 那我覺得像這樣子的作為 選民應該不會買單啦 吃飯會有廚餘採生嗎 他就是淋壓力齒啊 不管什麼他都吞進去 吃飯從來都沒有什麼廚餘 如果我們可以把台北市的市民都訓練到 不要訓練啦 說服他們吃飯都沒有廚餘 賀文哲說我吃飯從來沒有什麼廚餘 我們來聽看看民眾的看法如何 我覺得那他的牙齒應該蠻厲害的 畢竟我是廚師 所以我廚餘量蠻可觀的 吃不完的食物還有 還有在料理餐點的時候 產生的菜梗啊 果皮啊 菜渣啊 邊邊攪攪 吃淋壓力齒啊 就是都把東西都攪攪攪進去啊 就是不管什麼他都吞進去 我覺得很不妥當啊 這太不合邏輯了吧 對啊無法理解 算是出於多還出於少 出於少的 應該是有一點誇大 其實還是有可能啦 但是如果要省下那麼大筆費用的話 應該是有點困難 午餐會蠻多的 會玩的 盡量大家都能夠把它吃完吧 他應該是想說 盡量不要有剩飯剩菜這件事 他可能講話有點太直接 如果是就台北市來講 第一大家都是吃 現在就是吃餐廳又那麼多 所以廚餘的那個量一定絕對是大 他可能沒有想到那麼行 因為他以自己的出發點來講 外面又不是在自己在家裡吃的話 那那個狀況又完全不一樣 他就很直接的去表達這個 就是那現在廚餘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對他來說那些不是廚餘 對他來說應該是 可以被人類吃掉的食物 但是沒吃掉的那才叫做廚餘 可是像那種西瓜皮 或者是骨頭 那種人類把你就吃不掉 可能對他來說就比較廚餘 會覺得比較垃圾 我覺得有可能欸 因為像可能我家人 他可能是軍人或什麼 他有這個習慣 就是會全部他吃光 你力翻不勝 因為我可能本身 不太會有廚餘 所以可能我覺得還好 我沒有看到那個西瓜 他應該不太可能 他意思應該是說他不會 撐太多東西 不會撐東西下來這樣 一定會的啊 吃雞肉也有骨頭啊什麼 你要吃骨頭肉 他講話都是沒有經過頭腦 他都連骨頭吃下去 沒收場他可以 廚餘可以做飼料 做什麼的都可以啊 要不是要直接倒在水溝上面 等下都沒有發展 柯文哲是乘著太陽花累積的政治能量 從台大醫院的地下室 一路長驅直入進到台北市政府 也造就他現在可以爭奪大位的基礎 其實就是來自太陽花運動 那他的看法如果有改變沒關係 但重點是要講出來讓社會大眾清楚 像是我或者是其他我們太陽花世代的政治人物 我們從政以來一直到現在一路初衷不變 就是要堅持台灣自主自由民主的這樣子的道路 那假設柯文哲為了藍白河 要去跟藍營交心 那私底下到底跟蔡振元講了什麼 我想這有必要要跟社會大眾交代 來讓選民判斷到底現在的柯文哲 跟九年前的柯文哲是不是還是同一個人 其實有的時候啦政治上當然需要空間 但是在大是大非的議題上面是不容模糊的 那如果說今天為了談藍白河 柯文哲可以去跟蔡振元和太陽花做意見的交換 那他在做意見交換的過程當中 他到底是堅持了九年前太陽花的理念 還是他去跟當時反太陽花的頭號極限風 蔡振元妥協交心 這些事情都是年輕選民在投票的時候會非常需要知道的資訊 那假設在這個事情上還要兩邊曖昧還要來包牌 還要一下子說我堅持理念 但是呢我又跟蔡振元解釋 或者甚或是蔡振元一開始講了道歉 那我覺得像這樣子的作為 選民應該不會買單啦 我想今天是一個別具意義的活動 因為這是一個推廣兒童街舞的運動 那這是一個消除街舞的污名很重要的原因 雖然我知道台灣很多的家長 會覺得孩子喜歡跳舞是不務正業 但這個錯誤的觀念應該改變 所以今天蔡總統來我想 這是顯示的蔡總統對於新興的運動非常非常的支持 那未來在我的選區有重要的像這樣有意義的活動 其實不只蔡總統 包括賴副總統 以及所有政界的重要人士我們也都會來邀請 那會想要邀請蕭美琴大使也一起來嗎 如果蕭美琴大使屆時在台灣的話 當然也會想要邀請他 因為對台灣重要的人當然 能夠來參加有意義的活動 我們都非常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推廣對正面 對社會是正面的善的力量 所以你知道蕭美琴大使會回來台灣嗎 他就要看你 我是不知道 對啊 因為待會兒會尬一下舞嗎 我上次在那個佩儀的記者會都已經被媒體剪去嘲笑了 我真是不太敢 跳舞是我非常不擅長的地方 所以我們都是採取欣賞支持協助的態度 好好的嗎 現在大概七八成 我不知道 因為十二月十號的時候 我們這個世代連線有一個專場表演 所以屆時我跟吳珍可能會有一些音樂上的表演 所以我希望在那個之前聲音可以完全恢復 謝謝 謝謝 我想這個蔡正仁說的到底是不是事實我也不清楚 但黃珊珊今天也出來否認說柯文哲沒有對於他曾經支持太陽花旋運這件事道歉 但不管有或沒有 我覺得這件事情當然也不可能終身有空穴來風 那或許他有表達一定程度認為說當時就是去參加這個活動 他可能覺得現在回想起來或許有點疑慮 但不管他的表達方式是怎麼樣 在此時此刻 十年過後來看柯文哲徹底的改變他當時參加太陽花旋運 參加仿服貿運動當時的主張 那我覺得對於現在所有還在關心公共事務或從事政治工作者的太陽花旋運參與者來說 我覺得是被柯文哲賞了一個很大的巴掌 但是同時我也會覺得說其實他自己也在打臉過去的自己 那如果他現在選擇坦白的話 那我想大家也會透過自己手上的選票 讓柯文哲知道說當時我們十年前所守下的台灣 才有現在十年後我們台灣在國際上面的光景 不管是在整個供應鏈的重組上面 如果在當時我們就讓服貿開放的話 或許我們現在台灣非常多的產業 已經有中國勢力的介入 我們台灣也不可能像現在一樣 還能夠獲得這麼多國際的支持 因為唯有民主自由的台灣才能夠讓我們在國際上有更多的盟友 現在國際社會也對於中國資金或中國勢力的滲透的這些疑慮 其實也都高度的警戒 所以台灣現在仍然保有這樣子的淨土 真的還是當時十年前所有一起擋下服貿協議的人 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那柯文哲今天有這樣子的回應 無論他是道歉 或者是說他覺得當時出來反對有疑慮 我認為在我們聽起來都是非常遺憾的事 一定會的啊 因為畢竟他現在是總統嘛 再加上說其實他在我 尤其是在我這個藍營的選區 其實很多的支持者 很多的民眾 他其實是沒有這麼在意說政黨的問題 他可能就看看這個總統有沒有在做事 那其實長時間下 尤其這八年當中疫情走過了 然後呢我們也建立很多的國際友誼的關係 很多的國際的友誼都來參訪 然後呢總統也扮演好這個國際外交的一個角色 那所以對於我這些選民 尤其是在經濟欄知識欄這一群選民來講 對他其實並沒有這麼討厭喔 所以呢他對我來講當然是一個下分的效果 那我也會大力的邀請他 也希望他能多多來幫我們站台 那除了小英總統之外還會邀請其他人嗎 例如蕭美琴大使也在您的邀請名單內嗎 他一定要的啊 因為他我們兩個姊妹嘛 所以我這次的選舉 他自己也都寫LINE給我說要我一定要加油 所以我覺得我一定會邀請他 因為畢竟我們女力要整合嘛 那女力的力量很重要 那這次的選舉 像我們台北市也推了很多的女力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台北市無論如何 我們不要輕忽 但是呢我們一定要努力要團結 好好打贏這場選戰 那也希望呢突破重圍 讓這些所謂的藍的大本營 能有一個比較突破性的一種亮眼的成績 所以我還是希望說藉由我們的力量 我們盡量努力的爭取任何的選票 所以還是會請一些比較中性一點的 這樣子的人來多幫我們拉台 一直說之前是蠻極力在推這個兒童足球的 那今天特別來到這個街舞比賽 有沒有想要尬一下 我很想啊 我覺得下次啦 我跟阿苗都還蠻踢足球的啦 那下次如果有機會的話 看看佩儀要不要來踢足球 那另外呢我覺得現在呢 年輕人的流行文化 次文化裡面還有個嘻哈文化喔 所以我認為嘻哈是一個很重要的 而且是現在流行音樂最好的一個代表性 所以呢接下來我們也會辦一些嘻哈的活動 然後這些活動我們就讓年輕人嗨吧 因為我覺得好像只有民進黨比較懂年輕人吧 所以也希望說所有的年輕人 好好的來支持一個 真的來為年輕人的流行 次文化來發聲的一個明代 一個總統候選人 也希望他們來多幫我們加油打氣 對 多批評 我們來拍攝 這個隊 所以我們拍攝